大家好,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特首選舉將會在8號投票 唯一的候選人李家超 今天在下午4點在會展做這個造勢大會 邀請所有選委、競選辦、顧問團體、主席團成員 以及地區人士 預料有過千人出席這個造勢大會的題為 我和我們同開新篇期間 更加有重量級人士分享 造勢大會在會展中 重兵把手 各國出入口都有保安 警察帶上警犬巡邏 記者要入場後 也要檢查所有裝備 到下午3點 吃完飯 這些選委陸續到場 包括競選辦、顧問團成員、信和志業主席 黃志祥、主席團成員 湯家驊和盛志文 湯家驊預計李家超在沒有競爭對手下 得票率達到九成 不出奇 不過他說拿了全部100%的票 是不切實際的 因為部分選委 因為疫情問題回不了香港投票 湯家驊強調如果李家超成功當選 就是全港的特首 而不是只是投給他的人的特首 他是要向中央問責 對香港政府問責 就是說 李家超如果選中了 就代表全香港的市民 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 這個湯家驊的說話 另外他被記者問到 會不會加入李家超的管治班子 湯家驊就說 不會選擇李家超 會邀請什麼人加入 但他個人是願意服務香港社會 對 你們一起吹燒 一起吹笛 一起玩樂器 你們喜歡這些 我知道 你們這些音樂世界 好 好厲害 真的有很多大小小 包括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議員陳萬奇 鄧家彪 這個不用說 刑科拓展主席李澤佳 他也是代表成哥 蘭桂芳集團主席 盛志文 瑞安集團主席 羅康瑞 前食衛局局長 高永文 這個譚慧珠的樣子很醜 去到3點半 前特首CY亮 都被問到 為何支持李家超 以及李家超 是否比林鄭月娥 好的問題 他是不回答的 CY不回答 他這次一人模式的特首選舉 我想 無論如何都破紀錄 九成得票率 他在4點 40分 壓軸上台 我們先聽聽他說什麼 他壓軸上台 他就說 自己過去40年 跟隨香港的發展 從前線的警務人員 去到今天參選 行政長官 這些經歷 都影響了他一生 他說他小時候 家裡存了很久 才能買到電視機 發現鄰居在門外一齊看 於是就叫了鄰居去他家 看這個受歡迎的節目 令他覺得鄰居的感情 是這麼簡單 直接和真摯 他自己讀書的時候 經常去到屋邨附近的山坡 曾經在山上被人打劫 由於沒有錢 所以心口捱了幾拳 感受到路不然的無助 感受到路不然的無助 他這樣說 每天都關注這些中文水平 所以他因此加入了警隊 想保護市民和弱勢社群 曾遭御劫 捱權決定當差沒有錢 被人打幾拳 放你走 他在政綱寫 要建立一個安全穩固的環境 讓大家無後顧之憂 向前發展 又要建立一個關愛共融 安腦座躍 包容多元的社會 並提倡政府做事 要以結果為目的 行政機要符合程序 亦要達至成果 帶給市民實踐型 執行型的政府 他說 要提倡強化團隊的精神 以我和我們的團隊文化共同 解決問題 團隊不分理我 互補長短 產生協同效應 要做到一加一比二大的效果 他亦要求領導官員主動介入 在問題醞釀初期直接指揮領導 並會在指定項目指標 確保工作的成果 他介紹政府的四大主軸 即是強化政府的治理能力 土地房屋的供應 精簡程序 多管齊下 提速 提效 提量 全面提升香港競爭力 並創造持續的發展空間 以及 和建關外社會與從事青年發展 李家超又表示 制定青年政策和青年發展藍圖 協助他們多元成長 幫助青年上樓 李家超最後說 如果能當選 會帶給大家 會做事 做成事的政府 並維護憲法和基本法 訂立憲制秩序 守住法治的核心價值 創造安定穩固的環境 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李家超說 未來五年 大家共建的香港 將會是關愛共融 多元 包括充滿活力 和希望的香港 如果成功當選 他將會和市民 全香港的市民 同為香港開新篇 譚耀宗其後 和其他嘉賓上台 一起喊口號 支持李家超 和為香港開新篇 恭喜你 李先生 特首說完了 但習近平今天落死命令 他說堅持清零 與反對言行作鬥爭 現在真的不知道他想怎樣 總之大陸那方面 要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 並且落命令各級黨委 政府自覺 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動上 都與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 內容我不說 希望李家超跟貼他 如果做了特首之後 跟貼他清零的政策 跟貼習主席 看看香港到時玩不玩完 今天下午1點 東鐵線 俗稱烏鷹頭的12卡列車 就開出了 在紅磡站 大約中52點多 已經看到不少鐵路迷 在紅磡站首後 有鐵路迷曾經在1999年 承擔了最後一班 黃頭電氣化汽車 黃頭那一架 應該就是賭神那一架 賭神回答 我們接不停他的車 為什麼 火車 我想應該是 今天也來見證烏鷹頭的最後一班車 有些人說 舊的不去 新的怎麼來 希望九卡車 捱得住 就說到九卡車 今年初疫情爆發的初期 港區人大代表洪惠文 新的派對搞到大大件事 社會關注官場無事 社交他們的措施 當時土木工程處也被爆出 在今年1月初 數十個職員租遊艇開派對 慶祝方學成 升入土木工程處處長 有關的任命 當時未正式公佈 事發後 政府安排 北拓展處 處長黎卓豪 處任處長一職 一度有傳 方學成會因醜聞而墮馬 相隔四個月 政府今天公佈 方學成成功坐正 在5月10日出任 土木工程拓展處處長 無線新聞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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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失常 接連推播信息 大部份內容奇怪 並沒有意義 總數達20個 同一時間 無線的新聞網頁 亦都出現故障 一直顯示 目前沒有相關內容 直到零時的30分 開始回復正常 當時還以為是IT部測試 誰知道原來真的有人在玩 現在拘捕了一個27歲 姓林的本地男子 不誠實取用電腦 不知道怎樣 一個女警 被控在未經許可下 向一名報案人 索取貸款 即是借她的錢 借一百萬 並從一宗打鬥案被捕人 接受六萬元的貸款 被告在官堂裁判法院 今日承認控罪 裁判官劉淑嫻 將案件押後到8月12日求情及判刑 期間被告索取背景報告 案情指 47歲被告 歐加曼 案發時任職東區調查隊的警員 即是CID 他在2019年11月調查中 餐廳盜竊案時 和保安人李施明交換了電話和WhatsApp 談及上司不喜歡他 和想調走他 又承諾會加快調查案件 他在翌年1月 即是第二年的1月 即是2019年 即是2020年的1月 就向報案人李施明借一百萬 用以幫他妹妹還債 和支付子女撫養權的訴訟費 你拒絕借貸之後 並拒絕被告再邀請就案件進行會面 這個當然不借 借一百萬 同年8月2020年 被告與一宗公眾地方打鬥的被捕人 胡遜監 進行警戒會面後 又私下與對方聯繫 一年5月 他再與丈夫進行訴訟 子女撫養權為理由借錢 今次成功在胡生道借到六萬元 但後來又沒有還錢 在2020年12月當然是被捕了 被聯署捕了 他在錄影時保持沉默 被告承認兩項控罪 包括一項定名人員索取利益 以及一項定名人員接受利益罪 違反防止賀賂條例第三條 他另外亦被控一項索取利益罪 則獲控方不提正公起訴 他早前已承認兩項串謀洗黑錢 涉案款項 涉案款項5萬元 案件到8月12日判刑 這個警察真是勾欺不答答 做一些事實拘捕 今天下午2點多 又有巴士刺針案 大家小心 警方接報指一架81號路線的辛巴 由柴灣、興華村、洗往大坑、麗德邨、德泉樓站期間 一個60歲的女乘客 在下層近窗的座椅座下 無緣無故被針刺到 刺到 刺到背部 幸好不是屁股 屁股好像沒有那麼痛 之後報警 是半年內第五中 大家為要保持警惕 現在很恐怖 香港人玩到沒什麼好玩 神經病 最後講講 本港食肆首季總收入按年大減23% 即是頭1、2、3個月 政府統計署發布消息 今年的首季食股總收益額 臨時估計為152億 安年下跌23.1% 發言人說 希望新一輪消費券 和現在逐步放寬 便可以康復 希望大家多出去吃飯 如果清零便不用想著 看看超哥是否足夠你 現在林鄭做到7月1日 她就不會攪拌了 7月1日之後 我就不知道會怎樣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PATREON 支持痛擊五毛 多謝你們 拜拜